普普12月23日讯在今日结束的NBA比赛中 篮网以125-99击败勇士 赛后 篮网球员凯里欧文接受媒体采访 谈到了本场比赛 能回来打球的感觉实在是太棒了 能为社区 队友和布鲁克林再次走上球场与别队竞争让我倍感荣幸 凯里欧文在采访中表示 我们在防守端坚持了我们的准则 我们今晚在防守上干得不错 台里欧文继续说道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好几次被外界认为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球员 但我现在只关注球队的表现 我会为球队付诸所有 当你还很年轻的时候 你会想得很多分 然后收割一堆荣誉 这样会感觉很棒 欧文补充道 但是现在这些对我来说已变得不重要了 他们不能证明我的存在 能和球队一起前进让我感到十分高兴 我们想成为最出色的球队 而不是成就最棒欧文和杜兰特 我们是两个不同的球员 同时我们还有一帮出色的队友 他们和我们一样对胜利充满渴望 当你拥有这些时 打无球和等待接球对我来说就变得很容易了 欧文最后补充道 本场比赛 台里欧文出场25分钟 得到26分4篮板4助攻 对我来说就变得很容易了 对我来说就变得很容易了